飞官如遭处死 约旦呛杀光伊斯兰国囚犯 昨天在伊拉克北方的产油重镇基尔库克 库德族的地面部队抵抗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攻击 造成9名库德族人死亡 包括一名将领 在市区一处废弃的旅馆 库德族则击避两名伊斯兰国的枪手 地面部队守住基尔库克 但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 正然没有人质的新消息 伊斯兰国威胁约旦政府 交出自杀炸弹客瑞夏威 否则就要杀害日本记者与约旦飞官 但到昨天晚上 死线已经超过24小时 约旦军方忧心飞官凶多几分 但是伊斯兰国保持沉默 因此约旦警告杀了飞官 等同于执行瑞夏威和其他伊斯兰国囚犯的死刑 冬新闻综合报导 冬新闻综合报导 敞发议